9号密室的这一集 将会是一个彻底揭秘人性的故事 可以这样说 每一个人都经不起考验 三个清洁员走进一个废旧的房子 一进入房子 就已经感受到了肮脏和恶臭 似乎里面的主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住 所以房间的店也断掉了 安娜首先感觉到房间有异常 她似乎听到了声响 就在她查看镜子照片的时候 发现镜子是活动的 打开镜子 竟然看到了一个保险箱 就在这个时候杰克喊住了她 让她不要随便乱动 但是安娜这个时候开始鼓动她 如果保险箱里面有财宝的话 那么他们的贷款就有着落了 杰克心动了 她在要打开的时候 安娜把死去老人妻子的生日说了 原来刚才她看照片的时候 看到了妻子的生日号码 杰克真的打开了 里面有一个包裹和一个录像带 就在两人疑问的时候 队长走了过来 她看到这些东西后 也想知道那个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 就拿到了包裹然后打开了 只是一个兔子的雕塑 让三人都很失望 那为什么包裹的外面会写着危险的字样呢 这个时候队长已经拿着录像离开了 他想要知道更多的秘密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电视机 录像的内容慢慢展开 只见一个老人拿着那个兔子包裹 在说着他的来源 原来是从一个旧货市场购买的 但是忽然有一天 有一个人在梦里对他说话 他可以满足他三个愿望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老人的世界彻底被改变了 他现在很后悔向兔子许愿了 所以他要求看到这个录像的人 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包裹 扔掉他然后毁掉他 老人最后说 人的生死都有定数 那些违抗天意的人 都会自作孽不可活 接下来谁也没有想到 老人在视频里直接上吊 此时的杰克有点害怕 赶忙把兔子放在旁边 此时的三人都还是有点恐惧的 因为他们相信兔子会给他们带来厄运的 队长尼克就准备拿着兔子 重新放回保险箱里 就在他穿过走廊的时候 听到了老鼠的叫声 尼克立马询问他们刚才打扫卫生的时候 袋子里的老鼠是活的还是死的 安娜说是死的 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 意外发生了 杰克忽然对他们说 就在刚才他拿着兔子的时候 心里默默许下了一个愿望 就是让刚才的死老鼠活过来 而现在这件事真的成真了 安娜立马意识到这个兔子 真的可以帮助人实现愿望 所以现在还有两个愿望 可以向兔子提出 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 队长走过去 直接把复活的老鼠给杀了 接下来三人再次坐下来 好好研究起来 他们找到老人的日记 里面记录了他是如何使用这个兔子的 原来他的妻子非常的胖 所以他就向兔子许愿 让妻子能瘦下来 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开始日渐消瘦 经过医生检查 最终妻子得了癌症 也就是说 老人的愿望实现了 但是悲剧也来到了 杰克也在日记里发现另外一个愿望 老人有一次彩票中奖 有很多钱 他们一家人去度假游玩 但是在度假的时候 他的兄弟死于水上事故 杰克这个时候终于明白 这个兔子虽然可以帮助人实现愿望 但是也可以给这个愿望带来反噬 但是尼克根本不相信这些 他认为这些意外只是意外 根本不是什么诅咒 安娜此时想的是还剩下两个愿望 他们应该许愿什么 但是被队长给打断了 因为他们的工作到现在还没开始呢 有太多的事需要去做 就招呼他们开工 但是此时的杰克和安娜 已经没有心思清洁房子了 杰克顺手将兔子放在工具箱上 但是此时每个人的心 都开始有各自的心思了 安娜一直在求着 杰克就许愿要更多的钱 有了钱就可以还贷款了 就不需要再做这些肮脏的活了 所以他趁着杰克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安娜拿着兔子立马救许了一个愿望 这个让杰克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愿望都会带来厄运 就像刚刚他许愿那个老鼠复活 结果被队长直接给杀了 但是此时的安娜已经不在乎了 他只想要有钱 别的都不在乎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杰克在地板里发现了非常多的彩票 安娜看到这些彩票的时候非常的失望 与此同时队长也发现了一个盒子里有大量的英镑 贪心立马驱使他开始把这些英镑塞到自己的口袋里 如果能有这么多的钱 那么他儿子的腿就有得治了 这个时候杰克走了进来 看到了这一切 没有办法队长只好把钱重新掏出来 这个时候安娜走了进来 他对队长说 这些钱是属于他的 因为他刚才许愿了 但是队长对他们说 这些钱本来就在这里 并不是许愿得来的 所以现在属于公司财产了 说着队长就要带着钱离开了 但是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 房间的灯忽然熄灭了 安娜趁机抢走了钱盒子 队长开始修理保险司 杰克开始四处寻找安娜 很快队长就修好了灯 他们朝着最后的房间走去 安娜果然就躲在里面 杰克让安娜安静下来 这些钱会给人带来厄运 想想房子主人的结局 但是安娜已经完全磨整了 他拿着兔子开始威胁他们 如果他们不让他离开 他就会向兔子许愿 让他们全部变成马桶垫子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开始 就这样安娜笔直地倒在他们的面前 杰克第一时间想让安娜复活 所以立马拿起兔子 开始对着兔子许下第三个愿望 让安娜能重新复活 就在他许愿的时候 队长拉住了他 并对他说 你不要说这些胡话 不如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安娜已经死了 不可能复活的 这些我会处理的 但是杰克明白 队长要自己离开 就是想要独吞这笔钱 队长也给出自己的方案 那就是他们五五分掌 但是杰克的真实想法 根本不想和这些被诅咒的钱 有任何关系 他建议烧掉这些钱 然后按照老人的医院 扔掉那个兔子 但是队长坚决不同意 他认为这些钱 可以帮助他救活他的儿子 原来队长的儿子 正在进行一个手术 需要一大笔的钱 有了这笔钱 他儿子的手术就有着落了 杰克还是反对 就在这个时候 杰克忽然意识到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那个录像带 是从保险箱里找到的 而房租的主人 却已经死在里面了 那么是谁 把录像带放在保险箱里的呢 队长这个时候已经着魔了 他已经有了杀心 就拿着兔子打死了杰克 当房间彻底安静了之后 队长开始制造意外 将杰克的尸体 拖到酒柜的旁边 然后将酒灌到他的嘴巴里 这样杰克的死就是 喝酒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摔死了 做完这些之后 队长准备拿着钱离开房子 但是最意想不到的结局出现了 队长竟然看到一个身影 在房间里晃动 队长小心地拿着手电开始查看 谁也没有想到 原来是房子的主人复活了 他还在找吃的 似乎已经饿坏了 他甚至还能记得队长曾经打过他 此时队长知道 他的钱无法这么拿走了 就想要求情 让老人能帮助他生病的儿子 但是老人对队长说 我也曾经想要帮助我的妻子 但是妻子还是死了 我也曾经想要富有 但是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队长非常好奇 他第三个愿望是什么 原来老人的第三个愿望是长生不老 因为人如果死了 那么拥有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这里的时候 队长忽然明白 原来他死了无数次 然后又一次次地复活了 队长害怕 他交出了那个盒子的钱 就在他想要离开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杰克的声音 原来他并没有死 而就在这个时候 队长忽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腿竟然能走路了 完全康复了 这一切都是杰克帮助队长许下的愿望 就在队长拥抱儿子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许愿的结果都是厄运相随 所以厄运也紧跟着来到 队长刚才打断了煤气管道 而老人此时正在点火烧水 瞬间房间里的人全部被炸毁了 没有人能逃出厄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那就是千万不要去改变你的命运 人的命运都是定数 当你通过各种办法去躲避那些灾难的时候 你以为那是福气 其实更大的悲剧也在前面等着 所以人最应该做的就是经历人生所有的苦难 勇敢面对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这个兔子 你会向兔子提出自己的愿望吗